4月9日晚 全美华人金融协会TCFA举办以投资中国为主题的论坛 该论坛在名声指数MSCI总部世贸中心大厦举行 与会专家热烈讨论如何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进入中国 乃自复兴集团投资总监 各大金融专家 万德资讯美国等 在论坛中深入讨论了市场准入 法规 外国机构参与 价格动荡等话题 而名声指数从明年开始增加起在中国大陆交易的全球指数股的权重 这可能为中国A股市场带来6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那为什么要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如何作为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成为大家集中讨论的中国战略和策略话题 全美华人金融协会现任会长刘波致开幕词 他并接受全球华市记者东宏的采访 今天非常高兴呢 我们跟MSCI合办了这一个关于China Air Share的活动 同时呢 我们跟因为MSCI跟我们也是很好的合纵 包括我们去年年会的时候 也请到了MSCI的Chairman Henry Fernandez 做我们的Kino Speaker 关于这个China Air Share进入这个这个MSCI指数的话 对中国投资者其实影响很大 因为这样对于中国不管是机构投资者还是这个个人投资者 那么可能会follow这个trend 而且包括asset allocation方面的话 这会对于中国的投资者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复兴保险集团投资总监图英雷 做了中国投资策略的主题演讲 之后他接受记者的采访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就是中国市场 特别在将来的12个月到18个月里面 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第一点就是从政策环境的方面来看 中国的包括中国的政府 包括中国的央行 其实都对在政策改变方面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整 从原来的就是降杠杆转到了现在的保增长 或者是促进增长这样的一种趋势 这对股票市场是一个非常的利好和重大的利好条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觉得从各个公司现在发出来的记报的那个情况来看 公司的基本面都有了不少的一个大幅度的改善 而且越来越多公司现在开始回复到专注于自己本行业的一些工作跟运营 这个的话会对将来那个公司的利润的表现跟利润的增长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而万德资讯也分享了中国的主要财务数据和信息提供方面的内容 万德为中国90%以上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经济学讲师也对记者分享了他的演讲 所以在我们的文章中基本上我们 analys了什么国家的团队是在中国的股市场 然后我们看看他们的股市场 什么股市场是购买的 什么股市场是购买的 然后我们专лег整个房子的贡物 这是国家的运营 而就是暂停的那么可能失的话 所以我们的主要发现是 它会减少变化 所以可能这就是 政府要求 所以在这些货币 它会减少变化 这些货币 白子MSCI指数的 Joy Zhang 也对记者分享了他的感受 TCFA吧 TCFA是一个大家volunteer的这样一个组织 所有的活动都是volunteer 我自己也是收获很大 参加他们以前的活动 那这一次能够 我自己也贡献出来一点 我自己的努力 所以也觉得很荣幸